第三类中间像 我们称之为是尺寸因素化合物 也就是组成这种中间像的时候 主要是根据主源之间的相对尺寸来控制的 那么要知道主源之间相对尺寸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原子 各个主源的这种原子半径是多少 那实际上这个原子半径呢 是说外界 温度 压底 以及它们之间结合件的影响的 对原子半径一般我们有以下这么几个定义 一个称之为是离子半径 也就是说离子在多性气体上的标准半径 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是共架半径 也就是说当组成四面体共架件的时候 这个原子半径是多少 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是Gold Smith半径 是在十二配位金属中间的半径 通常我们谈原子半径的时候 我们以Gold Smith半径 这样一个基准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把元素 周期表中间的元素呢 按照它这个Gold Smith半径分为这么五类 第一类呢 我们称之为是超小原子 就是它的原子半径小于0.1个纳米 比如像氢碳氮膨等等 还有一种小原子半径 大约是在0.125纳米左右 像铁 链 铜等等 原子尺寸再大的话 我们称之为是中原子 0.143钛 链 链 链等等 大原子这个元素呢 一般是在0.160纳米左右的 比如像氢碳 钢 铦等等 还有一些就是超大原子半径 就是一些这个稀土元素 这个它的原子半径能达到 0.180纳米以上 在尺寸因素化合物中间 如果说这些具有超小尺寸的原子 比如说氢 碳 氮 铆 这样一些非金属元素 与金属元素主要是 过度出金属为主 与它们形成这种化合物的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给它称之为是 尺寸因素化合物 那么这种说法呢 命名方法现在在各种教科书上 有各类说法 那么在这里我们把 这样一些非金属元素 与金属元素所形成的化合物呢 我们给它称之为是间隙像 或者间隙化合物 那么对于间隙像而言呢 它是指当这些非金属元素 就是碳 氢 氮 氮 铺 它与金属元素的比值 小于0.59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具有更加简单的金属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样一类 这个尺寸因素化合物呢 我们特定的叫间隙像 而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间隙原子呢 主要是占据金属的 金属结构的四面体间隙 或者八面体间隙 但这时候它形成一种新的金属结构 请大家注意 将这种间隙像和间隙固容体要区分开 因为这时候它是具有固定的这些化学式 而且它的性质和金属结构 已经完全发生变化了 当形成间隙像的时候呢 它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溶点和很高的硬度 典型的间隙像有哪些呢 比如说铁丝弹 碳化污 碳化木 碳化缓 等等 它的结构比如说面性立方 密排六方 体性立方 它的晶体结构都是比较简单的 假如说这个非金属元素和金属的原子的比值 比0.59大的时候 这时候它形成这个晶体结构 相对于刚才的间隙像更复杂一些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把这一类尺寸因素化合物呢 我们给它叫间隙化合物 对于间隙化合物而言 典型的间隙化合物有什么呢 有铁三碳 各气碳三 或者各二三碳六 这些中间像 它的结构我们可以归为间隙化合物 这样一类尺寸因素化合物 这是铁三碳的这个晶体结构 铁三碳呢 是铁碳合金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主成像 我们也给它称之为是胜碳体 它的晶体结构呢 是具有复杂的正交结构 那么在铁三碳的铁原子呢 它也可能被其他一些金属元素所自换 从而呢 形成以铁三碳为基的这个胜碳体 我们给它称之为是合金胜碳体 间隙化合物呢 也是具有较高的溶点或者硬度 但是相对于间隙像来说 这个间隙化合物的溶点和硬度呢 相对要低一些 还有一类尺寸因素化合物 就是一种复杂结构的尺寸因素化合物 称之为是脱普密对象 它是什么呢 它是金属和金属原子之间所形成的 通过它们这个尺寸在空间 充分地利用这个空间利用率 而形成的这么一种晶体结构 所以对于这种脱普密对象 它的这个配位数一般都会大于12 我们在讲典型的晶体结构中间 我们已经知道 对于密排堆剁结构 它的最大的配位数是12 这是指在同类原子 它们之间结合的时候 最大配位数是12 但是如果说一类原子结合的时候呢 它如果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之后 它就可能形成配位数会大于12 比如14 15 16的这样一种复杂结构 典型的脱普密对象有什么呢 拉夫斯象 塞马象等等 这些象也是高温合金 或者耐热钢 耐热材料中间 一些常见的象 那么在现在工业中间 应该说也正在发挥着作用 最后呢 我们用这样一个表 再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合金象的主要的组成 对于合金象来说 基本上可以分为固容体和中间象 固容体呢 两种最典型的类型 一种是止换固容体 还有一种是间隙固容体 那么对于中间象来说呢 它有正常价化合物 电子化合物 以及刚才我们所讲的尺寸音速化合物 Holy Spirit 优优独播剧合物 或认 unmotiv 想自音乐